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 如今发展成了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的网红村 河北新闻联播报道 全省各地在河北乡村建设中 加快培育乡村旅游 精品民宿 农村电商等新业态 郎黄市香河县的北里庄村 用了不到五年时间 一跃成为京郊乡村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还连续两年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五年前 北里庄村村民还主要以种地打工为生 如何盘活集体经济实现乡村振兴 村两尾班子绞尽脑汁 经过一番调研 最终将目光锁定在村子旁边 蜿蜒流淌的朝拜河 可是如何将资源变现 实现农民增收呢 先从治理环境开始 村干部带着村民一点一点修路 种树 拆除为鉴 清理垃圾 这么一治理 村荣村茂焕然一新 通过政府牵线 很快就吸引了一家旅游公司的注意 我们这个村有一定的地理优势 距离香河西的收费站是一公里左右 我们到通州城市副中心 大概是一个小时的路程 完美地覆盖了一小时 经浇生活圈的概念 成功引入总投资1.5亿元的 水岸朝白田园综合体项目后 村里又将村民闲置的42座房屋 改造成为漂亮的民宿小院 根据房间的大小 每年给我们1万到2万块钱的租金 年底年还有5%的集体分红 比以前的重地强多了 5年间房车营地 花海农事体验 游乐园 蒙古包特色餐饮 火车商业街 匠心广场等等 配套项目陆续建成投入运营 我们以后还要增加采摘和抗项目 满足广大北京游客的需求 进一步增强集体经济活力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